嘿! 哈啰! 大家晚安! 好久不见! Welcome to Your Life Answer with Silly! 今天,我有两位特别来宾, 重量级特别来宾, 就是Yvonne 和Denis 重庆! 大家好! 谢谢你们,谢谢! 很感恩,能够来陪伴我, 在这个今晚, 跟大家一起, 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认为风水, 想一些风水。 哦! 其实,说到风水哦,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其实是没有很相信的。 对,对! 对啊,以前你记得, 我认识你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不小心拒绝过你。 那时候,我是, 请重庆做我的, 那个寺姨嘛, 然后她拒绝我咧。 因为她觉得, 这个不是她的Style啦。 是, 其实, 我为什么后来, 她会跟Master Shuli, 成为这么好的朋友。 其实,香萍也不懂这个故事。 不知道。 她还不懂这个故事。 因为小时候, 我有过一些个人的经历, 所以我蛮怕, 就是蛮怕这些, 所谓的风水啦, 拜神啦。 我就是很怕这种, 我就是不要牵扯到任何, 跟这些有关系的东西。 因为从小有过一些, 我个人觉得恐怖经验。 然后,直到我遇到了Master之后呢, 她告诉我为什么。 她告诉我为什么。 然后, 原来我小时候所遇到的, 都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原来我遇到的, 其实都是我人生里头的Guardian Angel。 这就是为什么, 我后来回想, 我每一次遇到他们, 他们都在叫我做对的事情。 都是预防一些不好的事情去发生。 我后来想起, 对,每次都是这样。 所以我不需要感到害怕, 可是我是人啊。 突然间, 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发生的时候, 我还是会害怕啊。 所以Master, 他指引了我。 所以我后来就, 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也主持了他的三年。 终于耶。 你是怎么认识Master的相片? 我其实是因为, 通过我的一些好朋友介绍给我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就这么机缘巧合, 就去认识到Master, 然后呢, 就很奇怪, 就是我们自然然就变成朋友了。 然后我是有事, 没事都会找不到。 而且尤其是喜欢在半夜。 为什么半夜呢? 因为是我孩子睡觉了, 我老公睡觉了。 我才能找他, 然后就会问他一些问题。 然后对于风水呢, 我一向来也是还好,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可是我很相信就是家里的那个气场, 跟家里的那个协调。 然后我觉得, 又爆料吧, 那就爆料吧。 然后当时呢, 我认识我现在的老公Alice的时候呢, 我其实有见了一下Master, 我就问他说, 诶,这个男的可以吗? 哇! 这个已经能了。 那你也说, Master修丽是我的美人法。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说, 嗯,这个男的不错, 这个可以, 这个就是你要的那种。 然后就, 然后就这么自然而然的, 嗯, 我们当然就, 继续往下一步就是结婚啊, 然后生孩子啊。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关系也不像是Master跟什么, 我们就比较像朋友的, 我问他说, 你觉得这个男的怎么样? 或者是我, 我遇到我孩子有什么问题, 我都会问他, 诶,我孩子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他就是会帮我, 给我很好的Advice, 然后跟我讲说家里要怎么样做, 然后呢, 当然我们台湾的家, 我们没有办法请到我们的Master, 我们家看一看。 是。 不过他都是会, 呃, 从那个我们的Floor Plan, 大概让我们知道一下,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协调, 或者是,呃, 摆设, 让整个家里的气场比较,呃, 协调, 对不对? 是协调吗? 比较顺。 就是, 风水呢, 其实是, 让我们的家里的磁场更好, 让我们人更加开心, 然后, 健康。 啊, 这个是最重要的。 其实是有一种, 那种感觉是很平静, 又, 觉得很轻松, 整个空间就觉得大家很开心的。 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so far, 我觉得我们都, 蛮开心的, 就觉得是, 对我来说, 我现在觉得最主要是, 健康最重要, 然后我的孩子的开心跟欢, 就整个快乐, 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现阶段, 当然也包括我老公啊, 万一我老公再看, 要说一下, 我看有多少人, 不错了, 我老公万一再看, 我要说, 当然我老公也很重要, 所以呢, 哇,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整个家里的那个, 家和万事性, 所以全部都很重要, 嗯,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Masker真的是有帮助, 其实很简单嘛, 你只是放结婚照片, 对吗? 对不对? 还有你, 你那天还讲, 我的孩子, 每个人就问你, 为什么你的两个孩子很close? 对, 一个哥哥跟妹妹很close, 然后讲, 就是你摆那个, 他们的那个照片啊, 你们的Family photo, 在某一些地方, 是, 然后, 就是你看, 我叫你摆那个, 你知道你的结婚照片, 在我们叫你的老公位, 所以你老公就很爱你咯, 然后我也叫你老公, 放你们的结婚照, 在你的位, 所以你也很爱他咯, 这个如果有在看的, 那些朋友们, 记得要放在你们的老婆, 或者老公的位置, 那你就会很爱对方, 然后就会, 对, 老公位是在西北, 就是North West, 其实很简单, 不用看八字的, 就是老公位呢, 如果, 你们是, 要老公恨你呢, 你就, 在North West, 西北, 放你们的结婚照片, 诶, 那比如说, 如果我们要我们的老公, 买一个, 东西给我们, 那我就, 那你就, 那你就, 就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放那个导物, 然后, 这个是, specially, 给全部在看的, 那些老婆们, 跟女朋友们, 这个是specially, 我问, 要为大家问一下, 大家就问我, 为什么要放, wedding photo, 结婚照吗? 我说, 是不是在结婚的时候, 最开心吗? 是老公跟老婆, 最爱对方的, 那个记忆, 都是留在那个照片里, 所以那个呢, 是最好的, 所以呢, 刚才我还没有讲, 就是如果, 老公你要, 老婆爱你呢, 你就要放在, southwest, 西南方,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很激衡的, 对, 很容易的, 其实, 然后也是家庭照啊, 所以孩子也, 然后儿子就是在东, 在East, 女儿就是在东南, 就是South East, 这样就很, 很容易, 照片而已, 你是说, 呃, 在东, 是, 儿子位, 就是放家庭照片, yeah, 那儿子就, 很爱爸爸, 很爱妈妈, 很爱孩子, 很爱孩子, 爱孩子, 女儿呢, 那女儿呢, 就放在东南, 东南就是South East, 那怎么找, 其实很简单, 站在家里的中间, 用那个, 我们现在手机都有那个, compass, 在中间就, 就找那个东啊, 然后那个位置, 就放那个照片, 哦, 所以很简单的, 也就是说, 如果呢, 你生了两个小孩, 一男一女, 你就要准备四张照片, 两张就是你跟你的, 另外一半的结婚照, 另外两张呢, 就是全家福, 然后放四个方向, 如果你生的, 全部是儿子的话,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你准备三张照片就够了, 哈哈哈, 这个我不会算了, 哈哈哈, 因为他全部是儿子嘛, 他只需要放在那个儿子的位, 对吗? 对,对,对, 然后, 重庆呢, 我也是觉得你在最近, 因为那时候, 我真的是, 哇, 你的video很viral, 就是, 哇, 我也要谢谢你, 因为我是很shy的, 你懂我不是很经常在, 在social media, 啊, 然后, 你的家里的那个风水啊, 就是我们, 我从那个开始嘛, 所以也让大家, 对你的家很有兴趣, 我好像看很多很多人去你家, 然后想一下, 分享一下, 来, 当你, 开始搬这个新家吧, 嗯, 你的现在的感觉, 我觉得今天master请香平, 就是把我们叫来, 是很对的, 香平可以讲, 家庭式的屋子, 我的就是单身的, 家庭, 你要准备四张照片, 如果你有, 单身啊, 你不用准备照片, 哈哈哈, 没有, 他就要放那个奖啊, 那些trophy啊, 那些avers啦, 他说他每年可以拿奖, ok, 所以我们希望朋友可以赶快去like and share, 因为今天真的很难得, 我们可以这么坦荡荡的, 把我们家里的一些秘密告诉你, 因为即便你们去看我的那个video啊, 我没有讲太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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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看我的设计, 看我的家里用的是什么产品, 但是其实我家里有很多小小的秘密, yeah, bits and pieces of secrets, yeah, from master, 哈哈哈, 因为重庆家我一到的时候, 我刚从台湾一到, 我就自己不请了跟他打电话, 说我要去你家, ok, 像平衡不平衡, 因为竟然是, 因为竟然是我的台湾朋友周慧, 那位唱歌的周慧先到, 然后周慧呢, 也因为我的介绍, 我很开心, 其实我很喜欢, 我介绍一个朋友, 给我的另外一位朋友, 他们两个变好朋友,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的, 然后周慧就跟相平, 变成很好的朋友, 然后相平就, 我跟重庆这么好, 为什么是你先去? 哈哈哈, 你的家变成真的, 大家想要去会吧, 所以这变成我一到的时候,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重庆, 我现在要来你家, 哈哈哈, 我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我是怎么样找到这间屋子的, 很多人觉得我很夸张, 用了七年的时间, 来找一间Machina, 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是因为很奇怪的, 我看了这么多间, 第一间我很喜欢的Machina, 大概是七百多千, 可是对我来讲, 哇,七百多千买一间Machina, 真的, 那个时候啦, 那个时候, 我觉得稍贵, 后来我看了第二间, 我也很喜欢的, 哎, 价钱低了一点, 六百多,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喜欢, 可是我, 没有想到说要, 要去买, 我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可是我就是不觉得, 我很急着要去买, 结果也被人家借足先登了, 但是这一间呢, 很奇妙的, 我一到楼下, 我的家楼下, 我一看上去, 我就喜欢了, 家楼下我就开始喜欢了, 去重庆有, 我们叫Sense感应, 很强的感应, 他第一次来, 那我们要开始叫他Master重庆, 我觉得是可以叫他Master重庆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叫你Master重庆, 感应很强, 其实那时候, 你来的时候, 那个磁场感应都很强, 嗯, 其实, 我不晓得有没有跟香萍讲过, 我认识Master重庆的时候, 这个,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 他那天有Client, 我那天要去跟老板, Meeting, 可是我一碰到Master重庆的时候, 他一开始把我的, 内心那一块秘密, 我没有告诉他哦, 他自己把我的那块秘密, 讲出来的时候, 我跟他开始聊很多, 然后我就说糟糕了, 我要去开会了怎么办, 我老板打来, 诶, 我不舒服啊, 那个会, Cancel, 然后那个Client, 打给Master, Sorry, I'm in a meeting, I cannot, 也是, 我的Meeting也Cancel, 他的Meeting, 我们好像要放那个电, 感应, 哇, 真的, 我们就聊了很久了, 所以终于他才可以, 愿意帮我, 感应感应, 不错哦, 我们有100多位朋友了, 继续like and share, like and share, 然后, 我继续来讲一下, 我的胡子, 讲那个胡子, 对, 因为真的一定要like and share, 我们很少有做这样子直播, 尤其是我, 我很少, 香平, 香平是一个很红, 可是他其实低调到不得了的一个艺人, 我真的, 我真的很感恩, 我其实只是try, try问, 你要不要上我的live, 然后他讲, OK咯, 你叫重庆, 我就来, 然后我就马上打给重庆, 可是香平答应你, 他就一定会做到, 我真的很感激耶, 然后, 好像我, 我还没有认识香平的时候啊, 我在外面看过他, 那时候还不熟, 他在shopping center, 他这样走路的, 他不敢这样, 他很low profile, 他很, 他为什么会加入娱乐圈呢? 他就是少有的那种, 就是喜欢表演的女生, 他不是为了fame, 他不是为了要钱, 要名利, 他就是为了表演, 所以,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他的戏演得很好, 呀, 所以, 艺人有很多种, 对, 我一向来都蛮喜欢, 就是觉得, 低调是, 低调对我来说, 比较舒服, 而且亲切, 你, 那是我第一次, 我就觉得你很亲切, 很real, 没有一个, 就跟, 平常的人一样这样子, 没有, 就变朋友, 所以, 我原来觉得, 我是那个美婆, 哈哈哈, 也是, 所以, 我也觉得, 从这个时候, 我们就, 对, 成为好朋友, 对, 到现在, 然后, 对, 我现在都比较喜欢低调, 然后, 如果交朋友, 我觉得是比较像走心, 然后只要, 比如说, 两个人聊天, 就是很合的话, 就感觉到很合, 然后, 大家就做朋友, 然后, 因为我可能, 真的就是只爱表演, 然后, 我觉得, 我可能是那种, 比较不想太多关注, 在我身边的人, 其实, 在我身上, 然后, 我喜欢就是, 其实, 这跟自己的那个八字, 也有关系的, 就是, 有才华, 然后, 重庆的八字是有灵感, 所以, 它是, 特别格局, 就是, 非常有灵感的, 就是, 我们就算是说, 你水多, 所以, 你的creativity很强, 其实, 你们两位都是水多的, 所以, 水多可能就是, 因为要在, 这种, 演艺圈, 或者, 艺术圈, entertainment, 因为, 艺术呢, 是代表木, 然后, 在那个media, 就是代表火嘛, 所以, 你们呢, 就, 因为水多, 就要, 用火, 跟木, 来补, 补你们的, 所以, 你们就会在这个, 行业呢, 就是, 特别的创意, 然后, 你就特别的, 呃, 就是有这个, 呃, 这个能力去, 发扬光大, 然后呢, 还有水多的人, 为什么很厉害在, 在这个演艺圈呢, 因为他们的记性很好, 对吧, 认识啊, 记性很好, 现在有点点, 比较没有什么好的用, 其实真的, 我只是很会背台词, 对哦, 记性很好, 这个真的, 像刚刚播完的那个, 都市狂想, 哇, 你记得你的台词多难啊, 我忘了, 我被玩出去, 我被玩出去, 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 其实水多的人, 记性很好, 所以, 就, 变成, 你们能够, 很快的, 有那种, 啊, 那个记性, 然后, 就很容易的, 就融合在你们的, 那个情感, 水多也, 比较有很多, 所以, 水多就容易哭嘛, 怪不得我哭戏这么厉害, 诶, 我倒没有很容易哭, 我容易流汗, 哈哈哈, OK, Master, 讲一下, OK, before, 我讲回家, 我要讲一下, 我要讲一下Master, 其实, 香萍跟我,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彼此, 认识Master的, 因为Master, 不会讲, 所以, 如果你是他的Client, 你今天是第一次, 就是, 看这个视频, 呃, 你来看Master, 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因为, 有, 像, 香萍跟我, 嗯, Master知道, 我们一定认识的吗? 可是, 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香萍是我的Client, 是我的朋友, 他也没有跟香萍讲说, 我认识他, 直到有一天, 我跟香萍, 我们两个讲到, 风水的时候, 他说,哦, 我的Master是一个女的, 我说,哦, 我的也是, 叫什么名字啊你的? 我说,Master, 修理, 哈? 我们才知道, 然后才打给Master, 为什么你没有跟我们讲? Master说, 我可以的, 因为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所以, 这一点, 我们要真的是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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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谢谢Master, 尊重他, 这是我, 这是我,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是因为这很, 很个人的事情嘛, 所以, 我不能把你们的事情告诉, 我也不能说, 这样子就可以告诉大家, 啊, 我的, 我的Client是谁, 所以很多, 有些顾客他就不明白说, 为什么你的网站没有讲, 你有什么什么公司, 什么名人, 你可以列出来, 让我们去看一下, 然后我说, 你这个工作业, 我不会给你, 你要你, 你觉得我可以, 我就可以啦, 你就可以engage我, 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 其实, 就算那个人很红, 国际巨星, 他来看Master, 他也不懂他是谁, 啊, 是啊, 有一次, 我跟你讲有一次, 我跟你说过, 没有, 是我亲眼嘛, 我亲眼目睹, 那个很红的人走了进来, 我们都下巴掉了, 然后进去看Master, 然后走了做Master, 拜拜, 拜拜, 然后他一走了, 我就跟Master讲,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 哈哈哈, 其实还有, 以前还有几个笑话也是, 我不知道, 然后, 然后我, 我妹妹还跟我讲, 你知道是谁吗, 不懂, 他是, 他就拿那个以前报纸嘛, 这个, 这个, 女主角, 你看到吗, 哦, 有,有, 是, but, 我没有, 因为我是一个不去了解很多, 其实我也很少看报纸啦, 好像新闻啦, 现在有社交媒体还好, 哈哈哈, 要讲到你的家, 哈哈哈, 所以要在楼下, 你就感觉到很舒服, 我还记得的, 是, 我在我家楼下, 我就觉得, 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然后我的, 那个property agent, 我的好朋友来的, 他就讲, 诶, 这间家是你喜欢的咯, 就是morning sun, 然后evening sun, 然后整间家很亮的, 就是你喜欢的那种, 可是啊, 你等一下上去的时候, 你不要表现到你, 你很喜欢, 要不然我会很难帮你, 杀架, 你就给一个poker face啦, 你就,嗯, 这样子, 我说,哦, 好,可以, 可是我一上去啊, 我一看到, 我真的很喜欢, 所以, 哇, 喜欢, 我,我就是很难去掩饰我的表情, 对啊, 刚才你讲说, 因为那天, 我有一点小伤风, 呃, 这是before covid啦, 呃, 远远before covid, 可是我的人是这样的, 我有一点小伤风, 还是什么, 我都会戴口罩, 不是因为怕人家认得我, 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个人的责任, 我都会戴口罩, 然后我就进去的时候, 很奇怪, 我一进到那间家, 我的伤风就clear了, 我就, 诶, this seems like a good sign, 然后呢, 一进到屋子里面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口罩拿下来, 然后那个前屋主就说, 我就在想, 很面善, 原来是你, 你可以跟我说, 你喜欢我的屋子吗? 因为你喜欢的话呢, 我们就谈一个价钱好不好?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人家来我的家, 看屋子的, 所以如果我可以跟你, 就是谈到一个价钱, 我们就这样了好不好? 然后就, 我就说好啊, 那你开个价吧, 他一开了那个价钱, 我觉得很合理, 我也马上就同意了, 马上哦, 那你的公司, 他就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 干嘛, 干嘛, 结果, 我们就这样, 我就找律师, 然后就解决了, 后来我发现, 我这么冲动, 我没有跟master讲, 我也没有给他看floor plan, 我就糟糕了怎么办, 我就很紧张了, 我就打给master, master说, don't worry, Denis, if you like the house so much, that means the house is right, 然后我就记得, 我只跟master讲过那么一次, 后来我拿到floor plan, 我给他看, 他说, you see, everything is right, 靈感咯, 然后, ok, 我是幸运的, 我是幸运的, 因为刚好, 一切都对, 所以我这个时候, 要问一下master, 如果一个人, 去到一个新屋子, 他的感觉很对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对了? Depends on, 那个人有没有走运, 因为你走运, 你去找的物质一定是好的, 如果那时候你的运不是很好, 你一定找的物质都是不好的, 他就是会, 来, 让你不好,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走运的人嘛, 然后你现在明明你进去喔, 那个你的财位啊, 还有明明那个对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number, 那个symbol啊, 还有symbol的喔, 这个是因为你走运, Yvonne你的家在台湾的时候, 也是很好的物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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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运啊? 走运, 是, 其实一个, 他老公当然是, 那个是Mr. Tan, 所以那个是好命人, 所以好命人一定会找到好的房子, 所以, 所以, 你还不好命吗? 林香平, 我也是这样跟他讲啊, 他知道他有听了, 他知道吗? 我跟他讲, 你的老婆, 我今天讲喔, 啊, 讲你老婆, 没有, 我又跟你老公讲的, 说, 你老婆是忘你的, 他是忘父的, 真的, 那些错过我的人, 有没有后悔? I'm so sorry, 我知道谁哪, I'm so sorry, 好啊, 然后, 然后, OK,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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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er就看了我的Floer Plan, 他就, Everything is very good, 所以你要, 你要, 在这边放什麽就可以了, 就真的是做一点点而已, 然后, 然後他說,我得親自下去 看一下,就更清楚 然後就COVID了 COVID Phase 2的時候 第一天 Phase 2的時候 Master就打來給我 我自己很驚訝 他說,今天 Phase 2 你是不是很想下去你的新家 我說真的,Master 我做夢,我都夢到我的靈魂在那裡了 我說我好像在我的家走了很多圈 我說我今天,我拿了鑰匙了嗎? 拿了鑰匙不能去嗎? 我就說我今天一定要去開門 他說,No,Not today Master就給了我一個日期 早上十點 哇,我就很開心 我早上十點,我到那邊的時候 我整個人嚇呆了 因為Master就在我的家門口 我說,Master,為什麼你會來? 我不是答應你嗎? 我來幫你Bless你的屋子嗎? 然後Master就幫我Bless我的屋子 我就看到他先進去的 通常都是我們先讓風水師傅先進去 我們在外面等 可是我看到他一直在笑 然後我就問Master 我說,Master為什麼你一直笑 他說,你知道 為什麼你會買到這間屋子嗎? 因為不是你找他 是他找你 哇,你看我的毛 我的手 你那時候 那天 我還不知道你要拍影片 等一下 你看 你拍那個影片 我是來有點亂亂的 這樣子 然後我講,OK啦 就順便 所以就是這樣子 很natural 我本來就是要拍 就是我進去開那個門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也是很natural 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去 是 沒有 所以你影片拍得很好 很natural 因為連我都沒有 我兒子幫我拍的嘛 他也很懂我們 所以整個角度他都拿得很好 對 你現在住了那個家了嗎? 你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OK,我跟你說很奇妙 因為有一天 呃 我發現我的身體沒有太好 可是我家裡種很多 我開始喜歡種植物 可是有一天我發現 我的身體狀況沒有很好 然後我就要下來找Master 可是Master不在 然後我就哎呀 怎麼辦呢? 然後呢 我就很奇怪 Master 樓下有一個 有一個 他的 他的 好像你的助理 然後我就跟Eve講 我說 Eve啊 我想要 買一些東西放在我的家 就是那天有一種感覺 我就是要買一些 一些風水的物品放在我家裡 因為我覺得 我的身體為什麼會有一些小狀況 我不明白 然後呢 Eve就 我有你的flow plan 我幫你看 他就從電腦這樣 所以你在這裡 你來這裡好像 好像很厲害的咧 你看過Master一次 你的資料 全部在裡面了 所以 馬上就看我的flow plan 就 你這邊 是不可以養 你沒有養 我說 有 這裡不可以養 你這邊養 你就會生病了 我馬上 回家 把那些 全部移到另外一個地方 說得很輕 說得很簡單 大概幾天後 我去醫院 再去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醫生說 沒事了 好神奇 這是經常發生的 你說風水是不是很奇妙 經常會有 然後我後來見到Master的時候 他跟我講 對那邊不可以養東西的 那邊不可以養植物 也不可以養魚 不可以什麼 對啊 我終於明白了 你 風水這回事 你要不相信也難 是啊 對啦 所以 這個 就是我們 有時候是 不是因為我們相信不相信 是因為我們經過很多 所以 好像我也是 從小學 這個 這個風水素素嘛 其實不是因為我相信 是因為我看太多 大家這樣子的 就是拿掉還是放了某樣東西 他就會 突然間很好 嗯 所以這個是奇妙的 是 所以我就 沒辦法要重施這行業這麼久 然後人家問我 哎你50多歲啊 會不會退休 我的客人很怕我退休 所以我講 不會啦 我應該活多久就做多久 其實真的也是這樣 因為 會像重慶講的 因為我的孩子不久前想養魚嘛 然後我們就買了魚 然後就擺在一邊 啊 不懂是不是 我沒事 自己覺得 好像不舒服 不舒服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打電話 就問 我們就從台灣打電話 問他說 那個魚缸跟那個小魚缸 跟那個小的魚 放在哪裡 OK嗎 所以都其實真的是 蠻相信 就是如果真的 比如說你買的東西 放錯位置 會讓人家感覺不舒服 嗯 真的覺得這個 嗯 對我來說 我覺得風水 不是那種迷信 我覺得是一種 比較signific的 一種想法 就讓整個 整個家的那個 對 它是一個 對 就是你要順 你不要逆它的 逆轉 嗯 逆轉就不好 順轉就OK 是 嗯 所以然後也看到我們的一些 比如說我們新加坡 有些周遭一些地方都是 我感覺是很像有風水這樣的感覺 對 是啊 對 對 有些大廈 對 你如果仔細看那棟大廈 那個大廈其實是一個號碼 對 也有一些大廈 它有symbols 對 你往一個角度看 它其實就像一把利刃 一把很尖的刀 嗯 哇 其實很多人不懂風水 不是 只是放那種麒麟皮羞啊 其實我們風水啊 有很多是 用那種 symbols symbols來 順著那個磁場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有磁場 所以只要你有一種 就是那些畫面的 symbols 它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就變成很特別 很好很舒服 是 所以你看你的家 就變成好像很多人要 對啊 其實我們 它的家真的是可以讓人家待很久 我上次在你家待到這邊 感覺好 好玩喔 孩子都想睡覺 我還不想睡 很舒服 然後最後就 快點趕回家 知道 其實 香萍跟Alex他們的 教育孩子的方式很好 我記得 兩個小朋友 跑到我的房間的時候 他們就馬上跳上床 其實我很喜歡小朋友 跳上我的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 如果小朋友 喜歡上你的床的話 喜歡你的家 就是喜歡你的家 對 對 哇 可是香萍跟Alex他們 因為 因為是 家教很好 他就 欸不可以不可以 我說沒關係沒關係 後來小朋友 哇 你看到兩個小朋友 尤其是 她的 我很可愛的女兒 哇 她的女兒是我喜歡到 我到現在還一直在想著她 哇 她躺在那邊 然後跟我這樣 哇 我很開心 我發現很多小朋友 一進到我的房間 就會跳上我的床 好 好 好 謝謝你們 我看我們就 到現在 到到 謝謝 不知不覺 就已經要十點了了 哇 天啊 是是 我愛真的 記得要like and share 謝謝你們 是 也要謝謝香萍跟崇敬 謝謝你們 對 啊 對 我的東西要送給你們 看到嗎 什麼來的 這個是 中秋節要到啦 喔 然後呢 平時是送那個 中秋月餅吧 我這個是 candles 就是 中秋的 那個蠟燭 欸 你是不是有說過 我有看就是你 中秋什麼時候要點一個了 星期一晚上 對 你可以來 我的那個 online的 我們叫 Full Moon Blessing 啊 然後 然後就可以點這個 這個給你 讓你 謝謝 好漂亮喔 讓你 想想事成 有沒有說在家裡的什麼地方 ok 來 這個是給你的 謝謝媽媽 讓你 讓你們都 開開心心 身體健康 謝謝 然後這個蠟燭呢 其實很簡單 可以點在 任何一個地方 其實可以點在你的餐桌 如果你覺得要大家 整個家庭和和氣氣 你就在那個dining table 不需要說有什麼風水啦 嗯 然後或者呢 你可以點在你的床旁邊 然後呢 這個就是這個星期一晚上 剛好是十四 然後星期二就是十五 剛好就是二十一號 所以你可以在十四到十五 就是二十一號到二十二號 點這個candles 那你可以點 你可以點 幾點鐘有說幾點鐘 都沒有關係 當你點的時候 許願 許願給大家 點一整天 點從二十一號到二十二號嗎 你可以點 點一半 就是over midnight就可以了啦 你其實點一下子 然後你就再用一個 杯這樣蓋住它 然後再點 就把這個candles 三天之內 就把它點完 點完 三天之內 但是這三天就是二十 二十號 二十一號 二十二號 或者是二十一號 二十二 二十三號 就是從那個父母 父母就是十五 然後你就在這三天 你可以在不同的時間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點 那有說白天還是晚上 都行 當然安全 主事 晚上就不要 你要出門的話就把它 就把它洗下去 對咯 在的時候才點 所以如果今天 就是看到我們視頻的朋友 要來fortunetop買的話 可以去我的 應該是我的website website去買 去 因為這個其實我沒賣 是要上我的那個 父母blessing 才可以有的 因為這個是我特別做 我那天 我有一個就是在二十號晚上 十點半 我有一個blessing 儀式給大家 所以他們可以 他們就可以上這個blessing 的一個online的event 然後我就會做一個 因為ful moonblessing呢 就是我們的月圓 是代表圓滿 也代表現在這個時候呢 也是我們要豐收的時候 那也是大家可以把所有開心跟滿足或成就呢 就把它就是成為一個你的豐收 然後有一些東西很不愉快的 或者你想要放掉的 那在那個晚上ful moonblessing 我們就會幫你把那些你不想要的 不開心的東西就放掉 然後在new moon的時候就是要重新開始 所以這個是一個 在西方的是一個很傳統的一個儀式 我覺得很好 所以我也不代表它是風水 但是它是代表任何一個人是想要覺得 你心情不去很好 或者你想要更加好 或者你覺得你很好 但是有些東西想要更加好 都可以上這個zoom live event 記得出席喔 然後你們可以點在家裡的熱烈的地方 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再見喔 See you 拜拜